在二十年前 当我开始在神学院教书之后的几个月 有一天我跟我太太 我们就决定要去买一个姑姑钟 因为我太太她们家小时候 有一个姑姑钟 很怀念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有正式的薪水 所以我们存了几个月之后 我们就想要去买一个姑姑钟 在网路上找到了 先是在台北市的大指有一个精品店 等到我们去到那个精品店进去的时候 这个精品店真的是精品钟的精品 里面看起来就是互利堂皇 老板娘问我们要什么 我们跟她说我们要买姑姑钟 她又问你们要你们的预算是多少钱 我虽然知道姑姑钟不便宜 机械式的姑姑钟不便宜 但是我不知道行情 所以我也说不上来 就当我正在想要怎么说的时候 这个老板娘她就用她的眼睛 一直在打量我 我们那一天都穿得很普通啊 就没有穿得很时尚 穿得很高雅 这老板娘一直看 我背她这么一看 觉得全身都不自在 后来我懂了 她大概认为我买不起她们的姑姑钟 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掉头 我们就走了 后来我们又在网路上找 在大同区 台北市的大同区是一个旧社区 结果在那个旧社区里面 有一个很小很小姑姑钟的店 他们店里面全部是大大小小姑姑钟 那个老板非常非常的热忱 当我们跟他讲我们的预算不多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 有有有有有 所以我们后来就买了一个小小的姑姑钟 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遇到这种 不受欢迎的经验 对吧 我们觉得很难过 我们会觉得被人家看不起 我们很讨厌那种感觉 照理说教会是最不应该发生这种情况的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教会有时候也是会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他在1960年的时候 他在公开的地方讲过一句话 他说在美国每个主日上午11点的时候 是美国最种族隔离的时刻 the most segregated hour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每一个主日的11点 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参加主日的敬拜 但是他们参加主日敬拜 白人参加白人的教会 黑人参加黑人的教会 西班牙裔的参加他们西班牙裔的教会 亚洲人参加亚洲人的教会 所以是the most segregated hour 我想在1960年代 没有人能够否定 或是否认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所做的这种描述跟批判 因为种族历史政治经济的因素 恐怕更严重的是因为 人心里面的骄傲跟歧视 造成了美国的教会一直到1960年代以前 美国教会中的种族分离 恐怕跟社会上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 将近2000年前的哥林多教会 其实也有很多分门别类的问题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2节 保罗知道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说 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 基法就是彼得 我是属基督的 这些人他们有一种误解 他们以为谁帮他们洗礼 他们就是属谁的 但是其实这是错的 因为在洗礼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耶稣基督的 可是也许有他们既有了错误观念 也许因为这些人 他们可能很崇拜的传道人吧 还是怎么样 我相信保罗 亚波罗 彼得都没有这样教他们 可是他们自己却会这样说 我是属保罗 属亚波罗 属基法 因为对信仰这样的误解 就造成了教会里面有分门别类 甚至是分党结派 哥林多教会除了有一些人 以他们是谁 为他们受洗来作为区格之外 在教会当中 在整个社会当中 本来也会存在一些社会的阶级 而这样的阶级 也同样存在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当我们就读到哥林多教会的 哥林多书的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 教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因为这样造成很大的伤害 在早期的教会 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物 像教堂 来作为他们聚会的地方 所以聚会的时候 就是在信徒的家里 谁的家比较大 他们就在那个信徒的家里面聚会 而在聚会当中 一起吃饭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爱餐 表明他们是基督的身体 在哥林多的这个教会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没有特别把圣餐 就是待会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 跟爱餐区隔开来 所以他们就是在聚会当中 大家一起去吃饭 然后表明他们是基督的身体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很讽刺的是 在当时候的社会 因为阶级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当他们要吃饭的时候 就按照当时候的风俗 有钱有地位的人 跟没有钱没有地位 没有身份的人 他们虽然是说是一起吃 但是其实他们吃的东西是不一样 有钱有地位的人 他们吃的是比较好 吃的比较多 那些没有钱没有身份地位的人 他们吃的比较少 可能就是基本的东西而已 以至于造成 保罗在十一章二十一节说了 有人饥饿 有人酒醉 有些人不但吃得很好 还有酒喝 但是有一些人 他们只有一点点东西可以吃 所以保罗只好教导他们 以后你们要一起吃饭的时候 若有人饿了 要先在自己家里面先吃 到聚会的时候的圣餐 就要彼此等待 这样才能够体现教会的合一 使徒时代的哥林多教会 跟1960年代的美国教会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不只是他们 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教会 都有可能犯了类似的问题 不是吗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 首先有一个问题是 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本来就寄存了 就是在社会当中可能有阶级 不平等或是歧视 这是本来就有的 当社会当中的这些人信了耶稣 通通都进来教会之后 如果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很认真地看待 跟随耶稣 以及耶稣所教导我们 彼此相爱这些功课的话 那么社会当中原本 所有的那些阶级跟意识形态 有可能就跟着一起进度到教会里面来 如果我们没有很认真的要改革他的话 那他就会一直存留下来 直到有人站起来 按着基督的教训 大声的呼喊 甚至是抗争 要不然就不会改革 在罗马帝国 其实他们的阶级是很分明的 按照他的出生跟出生的地点 那有一些人是罗马的公民 但是这在人口当中不是很大的部分 那罗马公民的上面 他们有所谓的贵族跟上面元老 但是在罗马公民的下面呢 他们有一些是已经被解放的奴隶 甚至还有不少比例的人就是奴隶 那这些人他们在信了耶稣以后 通通都到教会里面来 没错 所有任何阶级 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 可是信了耶稣进到教会里面来 一起敬拜 好像还可以 但是要一起吃饭 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吃饭 因为在那个时代 就没有贵族跟奴隶一起吃饭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也在教会里面发生了 如果罗马帝国离我们太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60年代的美国 1960年代的美国 白人跟黑人他们不会一起上学 他们不会一起坐公车 他们不会用同一家餐厅 连上厕所都要分开 所以你就能够理解说 在那个时代 他们的上教堂的时候 其实也是白人去白人的教会 黑人去黑人的教会 分门别类 不平等 亲事 是人类社会既有的问题 它源自于既得利益 以及人的自我中心 虽然所有人 包括已经信耶稣的人 其实都有可能 仍然犯有这样的毛病 就是人靠着自己 然后以自己为中心 就算我们承认我们是得着 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但是我们还是 仍然可能是根深蒂固的 让世俗社会当中的骄傲 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也因为这样 我们也伤害了基督的身体 比起其他地方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 也许还有多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既有了学问 因为保罗在二十节的地方这样说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界上的辨识在哪里 这是三种人 Sophers 这个Sophers 就是名词就是Sophia 就是智慧 Wisdom 那加上爱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说的 Philosophers Philosophers 这是哲学家 就是指那些读希腊哲学 很喜欢希腊哲学的这些人 这是哲学家 另外一种 Gramatius 这是文士 研究摩西律法 研究旧约圣经的人 律法的专家 另外一种人 这是学什么呢 是学修持学 学辩论的人 那所以他们的教会里面 也许有这三种人 那保罗并不是说 这三种人的价值 的学问都不重要 古代的希腊人 他们参想抽象思考 所以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这些哲学家 他们的哲学 一直影响到今天 所以哲学 其实很重要 研究旧约圣经的学者 他帮助我们了解 旧约圣经 也保留了犹太人 他们的文化传统 跟他们的身份认同 这些人也很重要 那这些 学辩论 学修持的人 他们其实会影响 在他们元老院 或者是他们在 议会里面的辩论 这些公开的辩论 有可能最后影响的是 公共政策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这些事情不重要 但是如果人 想要靠着这些学问 要来分辨耶稣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个道理 到底有没有道理 其实以人的学问 其实是 他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这是行不通的 因为 第十八节这样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 是愚拙的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是上帝的大人 就如经上所记的 我要摧毁 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是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上帝岂不是已使 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了余拙吗 人想要靠着自己 已经有的头脑 聪明才智 要来判断十字架 的道理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也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很奇怪的 是超乎常理的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我们刚才说了 人类社会既有的问题 还有人类会靠着 自己已经有的学问 他们当中 还有另外一种问题 就是既有的期待 保罗在22节指出 他们当中 有一些人还卡在 他们本来的一些 期待上面过不去 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希腊人求的是智慧 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得到 犹太人有好几次跟着耶稣 他们为什么要跟耶稣 他们想要耶稣 变神迹给他们看 他们自己想 如果我真的有看到 耶稣行神迹 也许我就会相信他 那希腊人呢 他们喜欢哲学辩论 他想如果耶稣所教的哲学 是很深奥 能够说服我的哲学 那我就相信他 可是保罗说 我们却是传 被定十字架的基督 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 对外邦人是鱼左 希腊人求的是智慧 wisdom 要聪明啊 可是十字架的道理 在他们看 好像是很笨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耶稣在这世界上的活动 最后公开的活动 是以十字架的死 作为收藏 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 当然我们会说 他有复活啊 但是其实耶稣的复活 只有少数人看到 只有少数人相信 跟耶稣人不是很多吗 五饼二鱼的时候 不是有几千人跟着耶稣吗 也都吃了这个饼啊 可是这些人 并没有都相信耶稣 看见神迹的人 应该也不少 可是这些人 并没有都相信耶稣 为什么最后 只剩下较少的人呢 因为你如果追求 是看着见的东西 你追求了 如果是世俗上的东西 那你就看不见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 只向那些 愿意追求永生 愿意追求救赎的人 来显现 有些人想要看神迹 讲白一点 他其实是要看表演 假设我们真的看见神迹 我们分辨出那是神迹 那我们心里面的感觉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敬畏 你应该会赞叹 你会害怕 因为是神的大能 显现在我们的面前 有一些人来教会 他只是要热闹 要人多 要欢乐的气氛 我们都同意 弟兄姐妹 大家聚在一起 这种感觉很好 可是我们如果 没有认真的去审视 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恶 我们就没有办法 深入到自己内心心灵的层面 有些人来到教会 是因为喜欢人 跟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情感 但是我们却没有深入到 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还有耶稣对我们的爱 如果我们没有去体认 这些事情的话 那我们信仰 永远都是留在很浅的地步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抱着不完整 原本有一些偏见 来追求这个信仰 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得到这个信仰之后 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 我们自己原来的偏见 放弃我们原来的不完整 放弃我们原来的期待 能够更深的来认识 十字架的道理呢 如果我们都不愿意 放弃原来的自我 那我们这一群都不愿意放弃 原来自我的人加在一起 那我们就会跟 哥林多的教会差不多 我们就有可能跟 1960年代美国的教会差不多 所以教会 如果没有活出基督之体 该有的样式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摆脱 社会上既有的阶级意识 我们仍然带有 我们原本学问里面的这种优越感 我们仍然带有 原本错误的期待跟偏见 那这全部加在一起 教会就会成为 只是社会的缩影 社会有什么问题 教会也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保罗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是余左的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是上帝的大人 就如经上所记得 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耶稣基督 为我们世界上的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 都能够得到赦免 如果按这世界上的道理来讲 这是说不通的 我们要靠人的智慧 去理解这件事情 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记得我在美国 我念书了最后两年 我在一个靠近 普林斯顿大学 大概十五分钟车程的 一个小教会 在那边牧养 台湾人的教会 其中有一个木道友 他几乎没有缺席的 而且主日很早就来 坐在很前面的地方 他听讲到呢 是比其他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还要认真 礼拜结束后 常常还会找我讨论 那我看他这么认真 所以呢 我就在这个2004年 我论文已经交上去了 我想也许可以毕业 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就有一天 在礼拜结束之后 问他说 某某弟兄 那你愿意趁着这个 护活节的机会来受洗吗 他很严肃地思考了几秒钟之后 跟我说不行 那我就问他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父母亲还在吗 他说不是 他说 因为我是一个科学家 而我所学的科学告诉我 这个世界没有创造者 他是什么样的科学家呢 其实我跟他讨论神 还有创造 还有演化等等 我跟他讨论很多很多次了 他是什么样的科学家呢 他学的是电子电力学 那我问他说 那你这个电子电力学有多厉害 他只讲一件事 哈勃太空望远镜 在换电池的时候 太空人在上面换电池的时候 他是坐在美国太空总署NASA 他坐在那里 坐正指挥 他们怎么换电池 这够厉害了吧 那个美国的航太公司 就是这个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他是里面的领导工程师 他多次获奖 那我经常以前都跟他讨论 这个大自然 然后上帝的创造 他也很乐意跟我讨论这些事 结果这一次真的没料到 他还是这样跟我说 所以他学的自然科学 告诉他没有神 我那一次很年轻啊 所以我就受不住了 我就跟他说 那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 不是神创造 那生命怎么来的 他说生命是自然演化而来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 所以我就跟他说 如果生命是自然演化而来 是偶然间无意出现的 那你的生命没有意义 我不是跟他说 人类生命都没有意义 我跟他说 你的生命没有意义 他听到我这么讲 他就脸色一变 然后转身就开车回家了 哎呀 我看这样 我真的很后悔啦 那时候年轻气盛 讲话怎么讲这样 我一整个礼拜都很懊悔 在家里面拼命的祷告 求神赦免我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其实我很担心 他是不是就不来教会了 结果很奇妙 他不但来教会了 而且他一看到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船道 我要洗礼了 我吓一跳 我问他说 那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这个宇宙是没有神吗 他告诉我说 他一整个礼拜 坐在他的研究室 他看着窗外 那一年 2004年 刚好美国东北有一种禅 是周期禅 叫做17年禅 这个禅 这个禅会在地底下17年 刚好2004年那一年冒出来 他一整个礼拜都在看这个禅 他悟到了一件真理 他说 这17 他们周期禅除了17 还有13 还有11的 而且他有教过我这件事 这年都是植树 那个prime number 就是被其他的树除不尽的 那个植树 他教我的 他说 这很奇妙 如果没有一个创造者 大概光靠演化 没有这么厉害 他自己想通了 我要跟他辩论 辩论不如赢他 他的学问这么好 他学问这么大 结果他自己过了一个礼拜 我想是圣灵感动他 他就说他要受洗 就在那一年 我要回来台湾之前 他受洗 因为上帝的余着 总比人智慧 上帝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凡血肉之躯的 在上帝面前 一个也不能治好 他自己说了 那个时候他快要退休了 他说 十七年 他自己说 十七年后 我都还不晓得在不在 所以他要把握这个机会 赶快收洗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上帝的余着 指的是十字架的道理 我们在经文里面翻成 道理是对的 但是他原文希腊文 那个字就是logos logos 我们在约翰福音 他就翻译做道 这个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这个道也就直接拿来 说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这句话 可以这样理解 十字架的道 在灭亡的人 是愚拙了 更简单的讲 定在十字架上的 那个耶稣 在世人的眼中 他是愚笨的 是笨的 唯有我们相信他的人 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大人 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谦卑降世为人 取了卢谱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而且谦卑自己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对我们蒙拯救的人而言 我们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大人 能得到拯救 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不是靠我们认真遵守上帝的律法 也不是靠我们既有的身份 地位血统 都不是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得救 完全没有帮助 甚至有可能成为阻碍 当我们明白救恩的时候 我们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 我们是一无所事 保罗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好处 我们所有的是错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承认我们一无所有 一无所事 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成为基督 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再是哲学家 我们不再是律法的专家 我们也不再是很会辩论的 辩论的修持学专家 我们就是单纯蒙恩的罪人 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虽然已经相信耶稣 可是他们没有学习 耶稣谦卑的样式 反而是把他们社会当中 夸口的事情带进了教会 所以才会有 我是属保罗 我是属阿波罗 我是属彼得的这些的讲法 哥林多人信了耶稣 他们仍然带有 他们原本社会上 身份地位的那种骄傲 或至少是一种矜持吧 以至于教会就分门别类 没有办法真正合一 1960年代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所批评的美国教会 也是一样的问题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他说 种族分离不是上帝的心意 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我们也该想一想 东海大学基督教会 我们会不会也有像 哥林多教会一样的问题 著名的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他九岁的时候 失去了母亲 他跟父亲的关系也不太好 很疏离 他爸爸把他送去技术学校 就在外面念书 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无辜的人被屠杀 后来他就自己得到一个结论 没有上帝 如果有上帝 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 可是后来他去到了牛津的时候 他开始认识一些很聪明 很有学问的人 他很惊讶地发现 这些很聪明又很有学问的人 里面相信耶稣的还不少 其中有一位很有名的 就是这个魔戒 大家看过电影《魔戒》吗 魔戒的作者托尔金 他是一个语文专家 也是一个小说家 他跟他们这些人交往了之后 加上他自己不断地思索 后来他想通了 他觉得他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存在 他有一个很生动很有趣的形容 他说我像是一只龙虾 怎么形容自己是龙虾呢 他说我身上穿着某种僵硬的衣服 就像一个紧身衣 甚至是盔甲 我觉得我被赋予的一种自由的选择 我可以开门 也可以关门 我可以截甲 把这个甲打开 或者继续穿着这个盔甲 我知道脱去盔甲之后 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它是一种自由 他讲的盔甲 当然指的就是他原本的不相信 后来路易斯在他三十一岁的那一年 他承认有上帝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他自由地脱去了那个龙虾的壳 成为接受上帝救恩的人 他放下了他的学问 放下了人的骄傲 单纯地以信心接受十字架的道理 世人看为愚拙的道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最后三十一节的地方 他说 如今上所记的 要夸耀的 该夸耀主 这一句话是哪里来的呢 是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耶法如此说 智慧人不要因为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为他的力气夸口 财主也不要因为他的财富夸口 夸口的却要夸耀自己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法 知道我喜悦 在世上施行慈爱 公平和公义 这是耶法说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也没有什么好矜持的 我们学习基督 取得如浮的样式 我们应该要学习耶稣基督 向他取得如浮的样式 降世为人 就谦卑自己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东海教会 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的教会 我们可能也有像哥林多教会那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 努力的在实践十字架的道 就是世人看为于浊的道 基督徒不在乎自己的学问 身份 地位 财产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夸口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夸口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创造主 我们乐意的去向陌生人传福音 去探访身体有病痛的人 为他们祷告 并且让我们的教堂 有更多的人进来 在这里来认识耶稣 我们都是一只龙虾 我们都可以打开我们的盔甲 成为一个自由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满心感谢祢 因为祢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 祢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 我们谢谢祢 今天借着哥林多的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愿意谦卑在祢的面前 我们愿意谦卑地放下我们在社会上的 不管是身份地位 或是各样的美名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祢所救赎的罪人 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传扬福音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祢的救恩 恳求祢帮助我们 恳求祢让我们得着更大的自由 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